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虚编赋国际大学提供的MOK课程 本门MOK课程面向于Linux的初学者 今天所要讲解的内容是Bolt and Run Levels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在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 大家可以和我联系,共同解决难题 好,刚刚我们也提到过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Bolt and Run Levels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Linux操作系统中 它的启动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还可以了解一部分相关于Run Levels的知识 好,我们进入今天主题 首先介绍一下Linux操作系统的启动过程 我们大致分为四步 第一步就是Bios Bios什么含义呢 就是Basic Input Auto System 就是基础的输入输出设备 我们家电电脑会进行自检 检查一下自身是否完善 检查完毕之后 电脑会选择一个核式内核 选择核式内核之后 内核加载,内核启动 启动完毕 就到了第四步 用户进程开始加载 进步介绍一下 POST 计算机在接通电源之后 首先由Bios进行POST自检 POST就是Power on Self Test 就是家电自检的意思 检测硬件访问启动的设备 在内核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GRUB和LIBBO 这两个东西 它俩都是引导加载程序 引导加载程序用于 引导操作系统启动 当机器引导它操作系统时 Bios会读取引导戒指上 最前面那个512个字节 进而引导内核的加载 接下来我们用图解 来介绍一下 Linux测试系统的启动过程 应该会更加清晰 首先Bios POST加电自检 加电自检 进而到JRUB 引导选择内核 加载内核 内核加载完毕 我们会发现 NITRD 这个东西 我们乍一看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临时的根文件系统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成熟一些 可执行程序和驱动程序 通过内核和 这个NITRD 进而加载出Linux RC RC的含义就是run command 执行命令 执行命令 进而 加载出许多的模块 通过内核和以上 之前加载的东西 进而加载出第一个进程 第一个进程 第一个进程 INIT 加载出INIT之后 启动基本就完成了 因为其他的许多的进程 都是通过INIT进一步产生的 下面讲一讲 斜杠SBN 嗯 INIT这个东西 嗯 SBN 斜杠INIT程序是 系统中所有程序的副进程 这个进程的PID 也就是processedit 一直都是1 它负责启动 组成Linux操作系统的其他的进程 INIT的工作是根据ETC INIT TAB来执行相应的脚本的 执行相应的配置文件的 这也是个配置文件 嗯 进行系统的处置化 如设置键盘字体 装载模块 设置网络等等等等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 关于软类我的一些知识 嗯 在操作系统中 我们用数字来区分系统的不同状态 不同状态 嗯 一共是7种0到6 0到67种 嗯 各自代表不同的含义 我们看到 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幅图片 rc0.d rc1.d rc3.d rc5.d 我们暂且用rcx.d来代指 嗯 我们的操作系统 它会有一个默认的启动级别 存储在ETC IIT TAB里面 那是一个默认的启动级别 嗯 嗯 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说我们默认的启动级别是3 3 然后我们操作系统就会启动 rc3.d里的 嗯 相关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这个k代表的是kill s代表的是start 所以说嗯 s打头的都会被启动 k打头的都不会被启动 好 刚刚我们提到 嗯 lux一共有7种级别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就是代表的是关机 一 该运行级别用于系统管理员迅速关机 一 代表的是单用户模式 也成为安全模式或者维护模式 该运行级别下网 网络网络接口文定共享等服务都不能使用 二 二级是多用户模式 是得变系统的默认运行程序 字符界面 是字符界面 第三 第三 是也是多用户 是redhat的默认程序 也是字符界面 第四种一般不常用 在这就不多介绍了 第五种是多用户界面 是提供joi界面 也就是图形化界面 第六种就是重启 重启 嗯 该运行级别用于系统管理员迅速重启系统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练习 就是 将这个默认级别改成6 然后这个电脑就会无限重启 下面介绍一下 INIT配置文件的语法 ID 冒号人类我 冒号action冒command 下面例子就是 设置默认 设置默认运行级别的句子 ID 嗯 也可以查看当前 运行级别 INIT2就是切换到多人模式 TLINIT1就是切换到单人模式 也称为维护模式或者安全模式 TLINIT和INIT是非常相似的两个命令 TLINIT就是TELINIT的缩写 它们两个的功能基本一样 HAL HALT 这个命令 嗯 类似于关机 类似于关机 就是 杀死所有应用程序 关闭所有应用程序 Report我们也不多说就是重启的意思 下面的内容就是关于 RCX.D这个配置脚本的进一步介绍 可以通过更改默认的启动级别来更改 开机启动文件时所启动的文件脚本 嗯 我们也可以通过更改RCX.D中的参数来控制 杀死或者启动某些应用应用程序 好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 嗯 关于RCX.D这个脚本中的相关内容 是K K加上一个书字再加上相关的服务 嗯 或者是S加上一串书字再加上相关的服务 嗯 嗯 这就是 嗯 关于RCX.D中的相关语法 嗯 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好 今天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所学知识是Bot and RunLevel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Linux操作系统中 它的启动步骤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学到了一些相关于RunLevel的知识 了解了 嗯 设置RunLevel的相关语法和命令 到此为止 这一整期的Linux的初级教学视频已经完全结束了 嗯 感谢大家的观看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嗯 希望大家能够对此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 因为我觉得Linux这门技术是非常深奥的一门技术 嗯 非常的 有嚼劲也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如果大家 大家能在这门学科上支支以恒 我相信大家已经能获得巨大的成就 再次感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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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